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领袖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令人兴奋的新闻 首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宾州竞选集会上遭遇枪击事件 他的受伤照片迅速成为媒体焦点 并引发了广泛的阴谋论和政治对立 这张照片被称为特朗普的人生照片 在网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如何迅速抓住国际事件的机会 将特朗普在暗杀未遂事件中的照片印在T-shirt上 并进行销售 这些T-shirt在中国电子商务平台上 以低至4美元的价格售出 尽管照片版权问题和审查制度 使得这些产品迅速被隐藏 最后,我们探讨深圳失业者在图书馆洋装上班 以逃避家人的担忧并维持日常生活节奏 这些失业者的困境和挑战 揭示了深圳严峻的就业市场现状 以及背后更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局势节目的最新一期揭示了中国如何迅速抓住国际事件的机会 将特朗普在暗杀未遂事件中的照片印在T-shirt上 并在中国电子商务平台上以低至4美元的价格销售 这些T-shirt尽管面临照片版权问题和审查制度的挑战 仍在短时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 中国的分析人士警告称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他可能会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而这次暗杀未遂事件可能会在短期内增加他的选民支持 市场也在权衡这一事件对美国经济及全球市场的影响 特别是对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的影响 明镜火拍的节目深入探讨了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的召开 会议为未来十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了蓝图 并加强了严密的安保措施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在2035年前达成国家的中期工业和技术目标 并应对国内经济挑战 然而习近平提交的工作报告和改革草案 是否足以应对持续的房地产低迷 就业不稳定和国内需求疲软 外界对会议可能宣布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 人事变动和对科技的支持也充满了疑问 从政策细节的缺乏到安保措施的严格 这次会议是否真的能给中国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还是只是一场形式化的政治秀 会前发布的令人失望的经济数据 又会对会议结果产生什么影响 华尔街电视的节目聚焦于深圳失业者在图书馆洋装上班 以逃避家人的担忧并维持日常生活节奏的现象 这些失业者的困境和挑战 揭示了深圳严峻的就业市场现状 以及背后更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失业率上升 企业裁员和行业竞争加剧 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了深圳 这座一线城市的劳动力市场 节目深入探讨了失业者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压力 并分析了当前经济环境下 深圳就业市场的未来趋势 明镜火拍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 两件引发广泛关注的重大事件 首先是美联社摄影师艾文沃奇拍摄的 川普刷屏照 这张照片在川普集会现场发生 枪击事件的瞬间 完美捕捉了川普的表情和现场氛围 被网友称为川普的人生照片 并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 沃奇的摄影技巧和敏锐的新闻嗅觉 让这张照片不仅拥有新闻价值 还具备了高度的艺术性 然而 随着这张照片的曝光 另一件事也被揭露出来 那就是特勤局在川普集会中的安全漏洞 特勤局在活动前几天 就以认定枪手所在的屋顶为潜在的安全隐患 但最终未能有效防范 尽管特勤局与当地执法部门合作 但在关键时刻 安全措施的疏忽 导致了这起重大安全事件的发生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起事件竟然还导致了 特朗普媒体集团股价的飙升 事件发生后 DJT的股价在盘前交易中 一度上涨71% 最终在周一开盘时飙升了50% 增加了公司近30亿美元的估值 这一波股价上涨 反映了支持者和投资者 对特朗普在政治和商业领域影响力的认可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星期六 在一场竞选集会上的遇刺受轻伤 联邦调查局正在对枪击事件 作为国内恐怖主义案件进行调查 特朗普的竞选对手拜登总统周日 晚上发表电视讲话 呼吁全国人民冷静下来 称任何暴力在美国都没有立足之地 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发表声明 关切美国总统大选和特朗普的健康 中国外交部表示 关注特朗普遇刺事件 习近平已向特朗普表达慰问 特朗普遇刺事件进一步 加剧了本已紧绷的总统竞选紧张程度 选民和党派从各自的立场 对枪击案做出不同的解读 激化了全美各地不同阵营的辩论言辞 枪击事件如何影响美国总统选情 这一枪能否把特朗普送入白宫 明镜电视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评论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近日在唐纳德特朗普竞选集会上 发生的震惊事件 一名20岁的宾夕法尼亚州男子 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 试图刺杀前总统特朗普 并在此过程中造成了一名观众死亡 两人受伤 尽管这名男子在高中时期 被描述为绝对保守派 但他的行为却让人困惑不解 公共安全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克 强调了这次事件对加拿大政界的影响 并表示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安全情报局 正在密切关注相关威胁 此外 经济学人指出 这是30多年来对美国总统或候选人 最严重的暗杀企图 究竟是什么驱使这名年轻人 走上这条道路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新州网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宾州的造势活动中 遭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枪击未遂事件 20岁的枪手库鲁克斯 从距离演讲台约120公尺的建筑物顶部开火 最终被特勤人员击毙 尽管联邦调查局初步认定这是一起单独行动 但一些安全专家对此表示质疑 加拿大军队退役狙击手达拉斯亚历山大 在社交媒体上指出 现场安保措施如此严密 枪手不应该能这么轻易接近目标 他认为枪手可能得到了内部协助 事件引发了对特勤局反应的质疑 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都要求进行调查 拜登总统承诺将进行独立审查 众议院共和党计划传唤特勤局局长齐特尔接受质询 新州网进一步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计划 在11月召开第二次国际和平峰会 目标是制定出一个全面的和平计划 可能会邀请俄罗斯代表参加 乌克兰上月在瑞士举行了首次和平峰会 吸引了92个国家的代表 但没有包括俄罗斯 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后表示 希望通过这次峰会推动和平进程 并透露乌克兰将在夏天接手首批F16战机 年底前还会有更多 他还表示 不担心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 尽管特朗普曾表示 如果重返白宫 将迅速结束乌克兰战争 泽连斯基强调 共和党内有许多人支持乌克兰 他对此充满信心 华尔街电视报道 美国大选结果将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 特别是对乌克兰 全球贸易 气候变化和中美关系 特朗普若再次当选 可能会迫使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 对全球贸易体系和气候政策 带来颠覆性影响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消息是 中国零售商正在销售印有 特朗普遇刺图像的T恤 尽管这些商品在平台上也不易找到 但仍有店铺提供隐藏链接 最后华为的分销商透露其旗舰手机使用自家设计的麒麟9000S芯片 这一突破帮助华为重新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上获得关注 商报财政部税务总局DJP近日宣布 公民身份号码NIK与纳税人识别号NPWP的匹配率已达99% 在雅加达翁加诺体育场的Tangara商场推广2024年税收盛会时 税务总局局长苏里欧苏里欧Youtemo表示 剩余40万张尚未完成匹配的NPWP将在下个月内完成 自8月起 所有税务服务将使用新的16位数字NPWP或NIK进行操作 DJP还宣布从2024年7月1日起 7项行政服务将接受NIK NPWP16个号码及商业活动地点识别码NITQ 这些服务包括纳税人注册 DJPOnline的纳税人资料账户发布与扣税证明等 DJP将提供系统调整时间至2024年12月31日 以确保所有相关方适应新规定 明镜想点就点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聚焦于中国经济的最新动态 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增速放缓至4.7% 低于预期 与第一季度的强劲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正面临房地产业危机 高额地方政府债务 消费疲软和高失业率等多重问题 习近平主席和其他370多名中共高级成员 将在第三次全会上齐聚一堂 试图找到解决方案 然而观察家们对能否在习近平高度集中的领导下 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表示怀疑 至于此次会议能否提供快速有效的解决方案 请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 明镜电视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深入探讨一系列充满挑战的重大事件 首先是宾夕法尼亚州布法罗镇 一名英勇的消防队长科里 康佩托雷在特朗普竞选集会上不幸中枪身亡 这起事件让整个社区和州政府深感震惊 社区通过GoFund密平台发起募捐 为他的家人提供帮助 与此同时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这起暗杀未遂事件中幸存 他的受伤照片迅速成为媒体焦点 引发了广泛的阴谋论和政治对立 这些事件对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 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可能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详细报道 经济日报 在美国主流传媒的论述中 前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总是以加害者的身份存在 不仅特朗普本人霸凌他人 并且煽动右翼支持者 2021年的国会山庄暴力事件 便是典型事件 然而 特朗普日前遇刺 令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 特朗普由加害者变成受害者 被推上风口浪尖的 由右翼保守派变成政治光谱的另一端 折射出美国政治两极化 已渐渐去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特朗普的遭遇 不仅让人质疑美国社会的暴力倾向 是否已经成为唯一出路 还让人担忧政治冲突的升级 是否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美国社会的分裂从未如此明显 特朗普的遇刺事件 只是冰山一角 背后隐藏的是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和政治冲突 王毅 最近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高调出访 打折为了欧洲和平的旗号 为俄乌冲突停火 不停奔走 然而 欧尔班的和平之旅 却未能如愿 反而引发了重怒 欧尔班先是访问乌克兰 呼吁先停火候谈判 遭到泽连斯基当场拒绝 接着又访问俄罗斯 与普京微笑握手 引发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 欧尔班的行为 被指违反了欧盟相关条约 可能危及欧盟目标的实现 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 痛斥欧尔班的绥靖政策 前美国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 更是直言欧尔班不值一提 不够重要 欧尔班的高调出访 不仅未能实现和平使命 反而可能导致匈牙利提前 被撤销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身份 面子里子都丢了 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欧尔班 在欧盟内的尴尬地位 也揭示了欧盟内部的 复杂政治博弈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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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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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